中南海既出大招反制美国极阔海军将超美王毅发言泄底,9月27日,习近平视察79级团军,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近日中共对美国正式展开非关税报复行动中共国生日期间,赴美机票预定量同比下降,42%中共2017年以来截止最近增加了25艘军舰和1万多名海军兵力等。 美智库预计按照这一趋势,截止2030年中共海军战斗力将超过美国王毅在联大的辩论言辞显示,中共要把强制技术转让,和新疆集中营政策一条道走到底,实质中共正纪念见证。 69年网友上传一张天安门的特别照片要求习近平连任,中共寄出非关税措施,报复美国机票预定网站SKYSCN Any Law报道趁10月1日至7日11长假期间,赴美机票预定量同比下降,42%。 而且截止9月今年赴美机票预定量也同比下降17%,此前中共驻美大使馆于西约发布公告,提醒中国游客注意美国的治安问题。 中共一年增加25艘军舰,2030年舰艇数将超过美国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据香港明报上月29日报道中,共去年以来截止最近增加了25艘军舰和1万多名海军兵力等急速增强了海军能力。 按照这一趋势截止,2030年中共海军战斗力将超过美国在安全领域美国智库CNAS,预计中共海军的战斗力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CNAS披露。 两国拥有的军舰在2000年为美国226艘,对中共163艘航空母舰,为12比0弹道导弹和动力潜艇为18比1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 然而从整体军舰数量来看,美国188艘,对中共183艘两国海军的战斗力差距明显缩小了。 在原本中共占绝对劣势的弹道导弹和潜艇方面,美国减少至11艘而中共却增加至12艘反而领先于美国中共外长王毅联大发言王毅新疆2000万民众赞成政府做法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王毅9月28日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和美国前财长鲁宾对谈鲁宾在过程中,担刀直入询问王毅。 中共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行动,面对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设立政治在教育营,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 王毅说,这是政府坚决反恐所采取的负责任措施。 新疆2000万民众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安全了,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觉了,不会再受到暴力恐怖主义的袭击了。 这是中国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好事情。 海外中文网站人民报评论说,中共外长王毅的回答,说明北京当局没有要改变对维族种族灭绝的政策。 并且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撒谎同日连带一般性辩论中,在被问到中共强迫外企转移技术的问题时,王毅否认了中共存在任何强迫政策但承认中共确实实行以外国技术换中国市场的做法。 王毅,技术换市场公平和李王毅说,外企和中企合资各有各的优势,美国的优势是技术,中国的优势是市场。 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企业需要美国的技术,这是一种公平交易合同签署后美国的企业通过转让一定的技术,然后获得中国的市场,同时又获得了技术转让费。 他们又有了中国市场,又有了技术转让费。为什么还要说,中在偷窃技术呢?没有偷窃技术是不可能的。 海外中文网站人民报评论文章批驳说,中共在公开场合是不承认在逼迫外体用技术换市场的,因为常着人脑子的都知道,用技术换市场就是脑袋让驴踢的那个市场,是中共统治的地盘不是你们家的地盘。 你在它的地盘把技术给了它就意味着,你将失去所有中共抢夺你的技术,不但为了完全占有中国大陆市场,而且,还要向外输出它的产品。 中共会在世界范围内,让你一无所有。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一张照片,成11热点意义。深奥9月30日,网上传出一张照片显示,在受中共严密控制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人打出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恳请习主席2023年连任天安门广场,多年来一直在中共军警的严密控制之下,监控摄像头正夜监控,不留任何死角。 但图片所见着,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下经水桥边高举长约三四米的横幅大批人围观,没有军警干涉。 有网友留言发表各式看法,谁拦,岂不是不准总书记连任,我说你们也认真点啊,怎么说,也得搞点祥瑞,把就这么直接取标语,也太简单粗暴了。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 赞助商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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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商�